放飞头脑思绪飞扬 朋友们好 上个世纪50年代 最震惊世界的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叫DNA双螺旋结构 不要小看了这两条扭曲的线 它是现代基因工程的基石 现代的食品科技 医疗 包括我们所注射的COVID疫苗 都离不开这个结构的发现 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图片 这是苏美尔人的生命之术图案 这一个是在葡萄牙找到的 有七千年历史的十大 这是古希腊赫尔莫斯神的符号 这是古埃及的制造之神 普塔的象形文字图形 而这是中国唐代的福西女娲图 这些符号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当我们把它们用线条勾画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共同的图像 这真的是一种巧合吗 让我们从1859年说起 这一年英国人达尔文发表了他一生中最有名 也最具争议的作品 物种起源 他在书里写道 每一种生物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经过了百万年的进化 物种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适应和生存了下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间万般生物的来源 达尔文对自己这部洋洋洒洒 五十多万字的作品呢 当然觉得很自豪 但是他也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这个新理论bug很多 所以他在最后一章当中写道 我很喜欢我的理论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说不通的 的确也是这样 按照进化论 物种是由低级进化到高级 那么就必然有若干过渡物种 就是既有其祖先特征 又有其演化出的后代特征的这一类物种 按理说这种过渡型的物种 应该是乌羊乌羊一大片的 但实际情况刚刚相反 能发现的是少之又少 两亿年前包裹在琥珀里的蚊子 和今天的蚊子没有任何区别 几百万年前的青蛙也依旧是青蛙 而不是长着鱼尾巴 或者是有鳞的鱼青蛙 对此科学家的辩解是 化石证据 只是我们了解生物进化的途径之一 化石记录又很不完整 它只是保留了生物进化一瞬间的形态 只有很少的生物遗骸有机会变成化石 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化石 才有机会被人找到 所以进化论学者说 我们能够通过化石认知的生物 在地球上曾经存在的物种当中 还不到百分之一呢 虽然说少吧 但是也发现过一些 自从进化论问世以来 的确有那么一些 声称是过渡型物种的化石 被找到过 比如19世纪后期发现的 十足鸟化石 它有牙 骨骼 看起来像四足恐龙 又有羽毛 看起来像是从恐龙到鸟的过渡物种 又比如最早1979年 于巴基斯坦发现的 陆形金化石 它是一种长腿的鲸鱼 似乎是从陆地到海洋哺乳动物之间的过渡 但是探索生物进化的过程 它既是侦探剧 也是悬疑剧 特点就是剧情劳有反复 因为这个化石本身就需要解释 就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十足鸟 很可能就跟鸟并没有关系 是我们误会了 2011年中国科学家徐兴等人 通过电脑复原 而且做对比研究以后认为 十足鸟并不是鸟类 而是迅猛龙这类小型恐龙的祖先 过渡物种的化石能找到一个 古生物学界就得开香槟庆祝了 本来就少 就很稀有 结果还被后来的研究推翻 所以进化论学者就成了 这世界上最苦恼的一群人 因为物种一个个都像是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反而更像神创论里所说的 各从其类 时间来到了1953年 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 向世界宣布了他们识破今天的发现 也就是我们故事开头所说的DNA双螺旋结构 地球上的有机生物几乎都具有这种结构 它就像是生物的全部遗传资讯和密码 全世界都在欢呼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进化论学者是欢呼的人群当中最高兴的一群 这可捡着宝了 化石证据难以找到 去支持进化论 我们现在可以在分子层面上 在DNA层面寻找了 如果在DNA当中能够摸索出生物慢慢进化演变的过程 那不是这些失去的环节一劳永逸的全都填补上了吗 过去的坑一下子全都填平了 进化论学者们就可以今后云淡风轻微笑面对人生了 但是事情远不如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对DNA研究的越深入 科学家们也就越惊心 克里克在发现了DNA20年之后 写了另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和他当初得诺贝尔奖的文章一样 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他说人类的DNA过于复杂了 不太可能是在45亿年当中进化出来的 那45亿年代表什么呢 就是大家认为的地球的年龄是这么久 换句话说呢 就是人类的DNA不太可能在地球存在的历史当中 就进化到这么复杂 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发现 每隔60万年DNA的复杂性就会增加一倍 如果一直追溯到DNA最初出现的时间 那得推到91年以前了 也就是说DNA有可能在91年以前就已经存在 而地球只有45亿岁 太阳系的年龄也不过就是45.4亿岁 难道说在太阳系还远远不存在的时候 生命就已经开始进化了吗 这个听起来就太烧脑了 但是更令人困惑的呀 还是另外一件事 大家知道DNA它绕来绕去和蛋白质一起组成了一种叫染色体的丝状构造 这个构造就是生物遗传信息的主要构造 比如你的眼睛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 头发是黑的还是黄的 就是由你父母传给你这个染色体决定的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 人类和大猩猩之类的灵长类动物 在600万年前是一家 有同一个祖先 生物学家普遍同意的一个原则是 关系密切的物种 通常有同等数量的染色体 但是现在发现 大猩猩之类的灵长类动物 有48条染色体 而人类反而少了两条 只有46条染色体 人类是比星星更为高级的物种 不一定它的染色体要更多 但是少了那就是个问题了 这就让人彻底崩溃了 不要小看这两条染色体的差距 每条染色体都包含了好几百个基因 每个基因的变化 都可能给生物体带来致命的伤害 比如有一种病叫重症肌无力 就是因为一条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 发生了变化 就导致了这种不治之争 现在染色体从星星的48条 变成了人类的46条 而且还没有出任何错误 从目前的进化理论来看 在六百万年内完成 是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 既然进化论学者 没有办法解释这种现象 那不如我们换一种思路来看一看 克里克提出了一个想法 既然DNA不是进化来的 那么它就是被安装上去的 那问题就来咯 请问是谁为人类安装上了DNA呢 历史小说家 同时也是古文化学家西勤 思绪飞扬了一下 他根据被发现的苏美尔尼板上的记载 半翻译也是半想象的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天尼比鲁星球上有一群叫阿努纳奇的高级智慧生命 来到了地球上 他们的目的是来采决金矿的 但是挖矿的工作量比较大 大伙干的都不耐烦了 于是他们就用基因工程把地球上的直立人改造成了我们现在这种智人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来源也是苏美尔尼板上生命之术双螺旋图案的由来 所以在传统的神创论和进化论之外 关于人类的起源又有了第三种说法 就是外星人创世论 根据目前人类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基因编辑技术 那么技术比我们领先的多的地外生命应该更不在话下了 那请问有证据证明外星人改动过人类的基因吗 直接证据没有 但是间接的还是有的 住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对夫妇就有这种惨痛的经历 1987年的戴安和丈夫布瑞德 正欢天喜地地等待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戴安当时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 可是有一天晚上他正睡的香突然间却被惊醒了 当戴安懵懵登登地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 却赫然发现卧室门口站着三个 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灰色人形生物 姑娘一下就被吓懵了 他想呼救 但是压根发不出声来 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感充满了他每一个寒毛孔 紧接着他就眼前一黑不省人事了 在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冰冷的床上 手脚都被捆住了 动不了 这个时候戴安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些人形生物要对他做什么 他心里就哀求着 求求你们不要带走我的孩子 不要伤害我们 再然后戴安就又晕过去 什么都不记得了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 他发现自己还是躺在家里的床上 但是浑身是血 这个时候布瑞德也醒了 看见妻子这个样 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去医院 医生在检查之后发现 戴安的胎儿是没有了 而且不是流产了 而是戴安压根就没有怀孕的身体迹象 可是这个医生就是在一个星期以前给戴安做产前检查的那个医生了 医生也崩溃了 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精神错乱了 但是转头一看 戴安的检查报告还在他手上呢 早先做的检查报告显示胎儿已经有棒球这么大了 戴安这个离奇的遭遇迅速传遍了整个医院 也惊动了当地的媒体 现在全球已经报告了上千例像戴安这样的被外星人绑架的事件 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 有的觉得自己的身体被植入了某种东西 有的是感觉被摘走了啥东西 但是大家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就是恐惧 而且这种恐惧感会伴随人的一生 时隔三十多年戴安依然记得那一夜的惊恐 还有就是失去孩子的伤痛 我们也许可以推测 确实有某些地外生命对人体有着特殊的兴趣 但是既然外星人技术这么发达 为什么没有发生他们全盘接手地球这种事情呢 根据另外一位和外星人有过沟通的人说 其实所谓外星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就那样神通广大 无所不能了 他们来到地球上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 而且受到了更高级生命的监控 这位女士叫马克·埃罗伊夫人 上个世纪40年代 她在美国第509空军轰炸大队担任飞行护士 1947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罗斯维尔 发生了那起著名的飞碟坠毁事件 后来被政府说成是气象气球的坠毁 那这位埃罗伊夫人就是当时的亲历者之一 而且她还被指派去和从飞碟里发现的外星幸存者沟通 这位埃罗伊夫人在临去世之前 把自己这段绝密经历公固于世 全部写在了这本叫《外星人访谈录》的书里 她说当她和别的空军人员赶到飞碟坠毁现场的时候 还有一个外星人的幸存者大约有一米二高 长成这个样子 不过没有耳朵鼻子和嘴巴 她的眼睛很大 完全是黑色的不透明晶体 但是没有眼皮 所以你也看不出来她是睡觉呢还是清醒呢 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与这个外星生物沟通 当时在场的人当中只有埃罗伊夫人感受到了外星人发出的沟通信号 是通过心电感应这种方式 所以从此以后她就担负起了人类和外星人之间的沟通角色 外星人自称叫埃罗 根据埃罗的说法 外星人要来到地球上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飞船也就是UFO 是为太空旅行建造的 适合在真空无重力的状态下飞行 但是地球这个重力环境和大气层对他们来讲就是极大的麻烦 他们的飞船之所以在罗斯维尔坠毁 就是因为被雷电给击中了 而且她说地球外围还有一张专门捕捉灵魂的电子过滤网 如果外星人一旦被这张网捕获了 那么就会被洗去记忆迷失在地球上再也回不去了 埃罗说这种体验对他们来说就像死了一样 所以外星人其实是不太敢来到地球上的 在外星人埃罗传递的信息当中 真正的创造者是一种被称为不朽灵的存在体 它是什么样呢 它是永恒全能无所不知的尸体 这话听起来挺耳熟的是不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空间星系太阳行星生命 都是这种实体创造出来的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这种实体 对所有生命来讲都是善意的 不会强迫任何生命做它不情愿的事儿 故事讲到这儿可能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了 画风已经和西秦笔下的远古外星人相当不一样了 西秦笔下的外星人更像是人类的魔改版升级版 而外星人访谈录里面所说的创世者更加像是神创论的改头换面版 而越是近期披露的外星人故事 你看它越向传统神话回归了 甚至有的高级外星种族都摆脱了物质形体的存在 成了一种纯粹灵性的存在了 那么到底是外星人故事颠覆了神话呢 还是神话改造了外星人故事呢 好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脑回录 古代巴比伦 埃及和中国神话当中 对生命起源的描绘都包括了双螺旋图案 与DNA的发现惊人的雷同 DNA发现者之一克里克认为 基因的起源可以最早追溯到90亿年前 既远超进化论的认知 也比西秦笔下的阿鲁纳奇更为古老 因为已知宇宙的年龄也不过就137亿岁嘛 一些披露外星人的材料显示 外星人也远非全知全能 而是受到了更高智能的制约和监控 这样看来人类起源的谜底 很可能并不在阿鲁纳奇手上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今后会分享更多和地外文明有关的故事 如果您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表示了解了 我说怎么没见黑武士达斯维德来占领地球呢 原来是被灵魂之网挡在外面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